好,大家好 一直都有網友反映說 我們怎麼都不來聊聊這些小的星藥 天形、音煞、天窟這些小的星藥 整個指揮斗樹的結構 它還是以宮位跟主星為主 那這些小的星藥有沒有用呢? 這小的星藥當然有用 不然它也不會寫在上面對不對 可是它絕對不會單一一顆存在去使用它 它必須要搭配主星才存在 當然先理解一件事情就是 這些星藥在古書上它叫雜藥 實際上我們一般現在流行的 所謂的甲乙丙級星 它根本沒有出現在抖樹全書裡面 它這樣子的分類 它實際上是出現在大概民國50年左右 開始有一些老師他用這樣子的分類 然後讓大家理解說它的星藥的階層 主要是這個樣子 在古書它名字叫雜藥 那為什麼我們上課的時候都不用什麼 甲級星乙級星這樣再教 就是因為你用甲乙丙丁這個論點 有可能因為我們自己對於甲乙丙丁 它有一個階級上的這種認知 所以很容易把它套到這個星藥的影響力 所以我寧願回歸到最原始的 主星、輔星、雜藥這樣的說法 那像櫻煞這種星藥 這種星藥就屬於雜藥 那什麼叫雜藥呢? 大家可以把它想像稱 你在主星跟輔星之下 它有一些事情加入進來 或是有一些狀況加入進來 它比較像是這樣子的概念 就好像一台車它主要要有引擎要輪胎 雜藥是什麼? 雜藥就是你車子裡面要佈置一些什麼東西 屬於你自己的風格 可是不管你把法拉利 它塗成多麼的Hello Kitty 那它就是一台法拉利 它不會因為這樣變成一台卡通車 所以雜藥的使用 這點希望大家要先理解 然後我們再來討論因莎這顆星 那為什麼要討論因莎這顆星呢? 因為鬼月快到了 7月一到 不管從我開業以來 或者是很多 現在很多民俗專家都跟大家提說說 鬼月其實上是感恩月 我在7月的運勢裡面 也跟大家特別提到了 這個季節左右 黃河長江流月這邊 就在台灣以北的這些地方 到了這個季節左右 大家都已經準備要豐收了 大概再過個幾個月就開始專良了 他們就開始準備過冬了 我今年的冬天能不能過得好 現在這個時間很重要 所以7月實際上是個感恩的月份 但是7月在現在來講 已經被操作成就是鬼月 他這種各種好兄弟 各種可怕的事情 你如果沒有好好拜拜的話 好兄弟會來找你 事實上 鬼月他當然不見得是如此 相對來說 因莎這顆星 他也不是放在你的什麼命功 或什麼 哪個功位 你就會卡陰 不是這個意思 所有的這些小心藥 他事實上都要碰到主星 他才有受影響 所以因莎這顆星藥 他要有一定的條件裡面 會指的是你有機會可以碰得到 這些所謂的好兄弟來接近 什麼條件呢 第一個條件就是啊 你自己本身容易感覺到好兄弟 現實的情況是啊 這些所謂的好兄弟 其實跟我們是活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只是我們看不到他而已 或是太陽很大的時候 他覺得不舒服 就好像太陽很大的時候 我們喜歡躲在硬梁處 晚上他比較容易出來走 所以首先第一個要件是 你自己本身需要具備 你能夠讓他接近 如果你本身根本不具備這個條件 那你根本碰不到他 因為你就是個絕緣體嘛 那什麼樣的人會具備像這樣的條件呢 我們就要看功位囉 他要在佛德功 命功 或者是吉二功 他有煞星存在 那四顆煞星指的都是 人 內心沒有辦法控制自己的 那種情感情緒的層面 我們上課跟大家講說說 情陽星跟火星、靈星放在佛德功 這類的人通常第六感會比較好 當然命功也是 你的感性層面拉高的時候 你會比較願意去接收一些 現在流行的講法叫做宇宙的訊息 去接收一些比較情感面 你自己的感知上的問題 理性層面很高的人 他不會看到黑黑的房間 他覺得害怕 然後他就覺得那個有什麼東西 可是感性層面的人 他可能就看到那個地方很黑 那好像很不安全 那我們不要去好了 他基本上邏輯是這個樣子 第二點就是要有桃花星 而且嚴格來講 這些桃花星 實際上來說 他可以更精確的指的某幾顆星 太陰連真星 可是連真星實際上他不算桃花星 連真星什麼時候才算桃花星 連真星必須要跟桃花星 放在一起才算桃花星 所以這邊指的只有連真 對公是貪狼的 連真貪狼的 連真破君的 連真天象的 至於其他幾個連真的組合 相對來講就會低很多 我倒是不能說 你完全沒有 因為你還會受預線的影響 還有什麼呢 天童星 但天童星 他需要天童跟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 天童跟巨門放在一起的時候 會有情緒上的問題 天童跟太陽放在一起的 因為他受了太陽星的影響 天童跟天狼放在一起的會不會呢 天童跟天狼放在一起的時候 要看天狼的狀況 如果天童跟天狼放在一起的時候 煞星夠多 那當然也有可能 天童跟天狼對攻的時候 但總之呢 前面幾種 天童跟巨門 天童跟太陰的機率就比較高 還有什麼呢 貪狼星 貪狼星他當然是著名的大桃花 什麼他都想要嘗試一下 當然他也就比較願意多認識一些人 還有什麼呢 天象星 天童對攻是破君 這兩個都是桃花星 這個也有可能 尤其對攻是連真的 巨門星會不會 巨門星他基本上是算桃花星 星藥裡面凡屬水不算桃花星 巨門星要考慮太陽如果是望位的還好 如果太陽是弱線位的時候 你的那個巨門就會比較偏向弱的水流 那他如果煞星出現的時候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好所以這些星藥的組合再加上煞星 然後你還要放在你的 福德功命功或者是極餓功 最後再補上這顆陰煞星 這樣子才會表示你有機會碰得到 他表示你有機會碰得到 然後這個叫做先天的體質 我後來發現我們視頻的網友 數字都相當相當好 就是那個你們都要聽很專業的東西了 說要聽很專業的東西 我們這邊問卷調查一下好了 大家喜不希望我們來開收費的那個會員頻道 可以直接講一些我們在課程上面會上到的技巧 如果大家很喜歡的話 我們就會來考慮開會員頻道 會希望我講哪些東西的 也可以在這下面留言 那我們先回來講這個印煞星 所以你先要先具備這個條件 那具備這個條件之後 還要看你碰不碰得到 那怎樣看你碰不碰得到 第一個要件就是 你必須 留月、留日 當然大一點有可能留年 命功、福德功、遷移功會碰得到 那有沒有可能是在家裡出現的 家裡突然來了什麼東西 有沒有可能?當然有可能 那這個事情就要看看 它可能就會出現的是 流年的田宅有出現這樣的跡象 然後你還留月命功 或者命功走進去 那就有可能會有這樣的現象 聽到現在你開始 有些朋友你就開始覺得 哇這聽起來好複雜喔 很複雜表示 其實你根本不容易碰得到 那會不會有人 他的本命盤沒有我剛剛說的那種情況 可是他也會說 哎呀老師 可是我常常碰到這些東西呢 會不會呢?當然也會有 所以如果你不是我們所講的這種情況 那應該你自然會有個條件 就是你會有些宗教星 比如連真、貪狼、陰煞 還有什麼天物跟華蓋 搭配畫技或者是煞星 那會讓你自己本身對於宗教的東西 或者是對於靈異世界的東西 就比較有感興趣 然後就比較願意去接觸 當然你就比較容易碰得到 所以這些都要先具備 那才會有可能 否則那顆陰煞星呢 其實啊 他在各宮位裡面 其實只會代表一件事情 叫做啊 心裡有貴 我們自己出的指揮牌卡裡面呢 這張牌的圖像呢 是一個深邃的巷子 然後有很多鬼手在那裡 我們在交牌的時候 會跟學生講說說 不見得說你翻到牌就撞到櫃 那如果說 哎呀老師我想要來問一下 我最近認識的女生怎麼樣 結果呢翻出來是一張貪狼 再加上一張櫻煞 難道我碰到是鬼新娘嗎 不會這樣解釋嘛 對不對 這邊其實絕大多數櫻煞這顆星 指的是你心裡面有所不安疑慮 就是心中有鬼 心中有個小鬼跟你講 這個可能有怎麼樣 哎呦可能有人要害我 比較接近是這個樣子的狀況 所以櫻煞 他其實真正的含義是這個 實際上呢 他有一個條件 你才會真的碰得到 如果沒有 那櫻煞星在各公位裡面 其實指的都是 你內心的那一種不安全感 跟內心的那一種 懷疑疑慮 揣測猜忌 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在七月份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牽液公有櫻煞 你是不是就要擔心 那也許你真的如我們所講的有很多很多的這些煞等等在裡面 那有可能剛好呢 當今年的農曆七月是天象化劑的 那天象化劑是一個規則被破壞的一個狀態 老天造成了很多規矩要被破壞掉 舊的制度要被打壞 舊的規範要被打壞 因此呢 確實今年的七月 會有比較多的不安全跟不安定的狀態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看到 那也許你只是心靈被影響到 整個七月份本來就是一個 大家很容易人心浮動的一個月份 如果你真的很擔心 那我們就建議你啊 七月份可以多去大的廟裡面 拜拜 走走 把家裡呢 盡可能的明亮一點 然後不要堆一些雜亂的東西 不用擔心 一殺心 希望大家七月都可以順順利利 平平安 隨 Your Life 是 對 你可以也可以我一樣 隨旅人的貼大